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明星周刊 那今天我们请到明星周刊来做嘉宾的呢 就是蔡依林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Jolene最次到上海来 是为了开演唱会再到上海来的 对对对 我在8月7号红口足球场 会有我自己的J1演唱会 第一场演唱会 因为我这次的J1演唱会是巡回的演唱会 所以会到台湾啊 新加坡 北京啊 还有各大城市 现在都还在弹 就是确切的日期 就是有很多记者也是问了很多关于演唱会的问题 那你现在有没有特别深刻的一个问题 深刻的问题啊 有没有记得 现在还记得 怎么这样问我 其实因为他们问我 说嘉宾会找谁吧 然后我就说 找华人界的白马王子 然后就有一个 然后我说白马王子应该都会 算在考虑之内这样 然后就有一个记者 我说那你的白马王子是谁 是谁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我说F4啊 或者说是 力宏啊 这样子 然后他就问我说 那你具备的白马王子的条件是什么 我就说善良就好了 对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F4还有力宏都是长得很帅的那种 对啊 就是大家公认的白马王子啊 对啊 就首先是要是白马王子 首先是要长得帅 然后必须 没有我自己是开玩笑讲啦 我就说嘉宾 但我会透露如果要找 因为我们现在的嘉宾的名选 人选就是大部分都是男神 所以我会说白马王子 对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这个 众月捧心的感觉 因为就你一个女生 然后都长男神 倒是蛮好的 还不错啦 就有小小孩还不错 那我们既然说到这个演唱会 我们就来说说你这次的这个造型方面 有一些什么样的突破 我们知道平常你都穿得这样 很像小公主一样 造型上面演唱会会玩的造型比较多 那我们这次准备了六套衣服可以换 所以会换得非常夸张 就一直换 打开华语小天后最私密的心灵空间 我现在自从开始入这个行 休息最长一段时间 公司给的你是多少假期 所以最长应该一个礼拜吧 比如说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啊 或者说是寻找男朋友的机会啊 都会比较少一点 成熟比同龄人更多的质疑与压力 对 冰淇淋布有穿那一件 然后就后来网友很眼尖 就把那两张照片 我自己都吓一跳 私下里她就是个23岁的普通女生 所以我同学常会来跟我借衣服 借衣服比如说有什么重要场合 还有毕业典礼啊 或是写事业的时候 我就会借同学生 有一个明星好朋友 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很多人家穿A衣服穿 本周六明星周刊 我唯一比较麻烦就是因为我要承受到媒体给你的压力 他会希望你更进步 然后你这次给他们这么多的时候 他们下次会要求你更多 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心理压力 那其他私生活 比如说你要逛街啊 那些我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我还调试的蛮好 主要是因为在工作上面要求会比较完美一点 然后媒体也会给你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这是唯一我觉得需要去调试的 那其实比起成就 我觉得还有人成就比我更高的 所以这比不完 我觉得这主要是你现阶段的事情要做好 那会不会觉得说为了工作 可能也放弃了一些东西 一定会啊 比如说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啊 或者说是寻找男朋友的机会啊 都会比较少一点点 没有抱怨过 会啊 但是 会不会有那种时候 公司会让我休息 突然掉过歌手了 倒还好啦 只会一直吵着说想要休息这样子我觉得 休息最 现在就是自从开始入这个行 休息最长一段时间 公司给的你是多少假期 因为其实有些东西都渐渐 渐渐断断的 所以最长应该一个礼拜吧 就一个礼拜就最长的加息了 对啊 然后就是三天一个通告这样子 也没有说就是完全一整个月都没事这样子 就其实是还是自己会有这种虽然时间不是整块的 但是还又是有一些 一小段一小段时间可以自己支配 那我想问一下像平常你去 比如说做指甲啊 或者弄头发 这些是算在工作时间还是自己的时间里面 这应该算自己的时间呢 那你还蛮很暧昧嘛 那样弄个指甲我知道要做很长时间 差不多要两个小时 哎呀我们给我们大家看一下你的漂亮的 漂亮的指甲 就十个指甲要做两个小时 对啊 差不多 哇 真的 那我觉得说 女孩子这种天生的东西还是有 所以可能在 在这个 人家可能就有些不同的评价说 你是不是模仿什么明星去做指甲啊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你有没有听到过这种 其实做指甲我第一次接触在五年前吧 其实也很长了 只是可能在那边注意到 对啊 只是大家那时候没有这么注意我吧 结果后来可能造型比较多边的时候 大家会开始注意每个细节 会觉得说我好像是从这时候 其实我很早之前就开始做了 在环球时期就开始做了 只是没有人注意 对啊 那我觉得做指甲是我的兴趣之一 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啦 对啊 就像打扮自己美美的 也自己很开心就好了 就是比如说你穿的一些造型衣服 比如说也有人说你可能有点模仿 我想你可能也听到 就是模仿兵器布啊 怎样 其实有一些东西我看的照片 我自己觉得天哪 怎么会选一 就是我买的衣服 而且我那时候好像不是在日本 我在香港买的 就 撞了 就对 冰淇淇淇淇有穿那一件 然后就后来 网友很眼尖就把那两张照片 我自己都吓一跳 我自己都吓一跳 天哪怎么会买一样一模一样的衣服 就那一件衣服 有什么重要场合 比如说他有毕业典礼 或训练失业的时候 我就会借他衣服 他说他想要穿洋装 我就会借他 那你就把衣櫃打开 让同学自己去选 我会帮他选 因为有些 有些同学不太敢穿太漏 我就太短就没有拿给他穿 所以说如果做学生有一个明星好朋友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很多人家去A衣服穿 我不用自己再花钱 打开华语小天后最私密的心灵空间 现在就自从开始入这个行 休息最长一段时间 公司给的你是多少假期 所以最长应该一个礼拜吧 比如说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或者说是寻找男朋友的机会 都会比较少一点 成熟比同龄人更多的质疑与压力 对 冰淇淇淋有穿那一件 然后就后来网友眼尖就把那两张照片 我自己都吓一跳 私下里她就是个23岁的普通女生 所以我同学常会来跟我借衣服 比如说有什么重要场合 是还有毕业典礼 或是演失业的时候 我就会借她 同学生有一个明星好朋友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很多人家去A衣服穿 本周六明星周刊 蔡依林和你分享少女心事 我们也知道这个周龄前段时间 也是去日本学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资料 比如说你在台湾的演唱会 怎样的演唱会 那这一次会不会有特别多的不同呢 还是大概的这种比较像 应该就不同吧 每一场演唱会 在台湾因为是因为专辑的关系做宣传 所以会比较偏专辑的概念 但是演唱会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歌曲 所以我们会用最概括的方式来表达不同的主题 用不管是用不同的灯光还是用不同的服装 我们都会尽量表达 我们都会尽量表达 不要只是一种样子 2004年不一样的明星周刊 东市新闻娱乐频道 每周六下午4点20分 周日上午8点50分 网络票选结合短信 有你决定本周主打任务 票选及时开始 结果随时更新 2004年明星周刊 有你做主 那其实我记得你在我们的摄影棚来 也算是第三次来了 然后上一次 最近的一次就是为了城堡做宣传 那我们觉得你 当时我们就很多观众 他们会有一个评价 就说其实你在这个看我72遍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蛮高的起点了 然后这一张又比上一张 要更有一个进步 那你自己对这一张专辑 这两张专辑和以前的这个作品 有什么 其实我觉得看我72遍是一个很好的专者 在音乐路上 不管是造星还是音乐曲风 其实城堡是延续上一张 但我觉得下一张专辑就要做一下改变 因为站稳的这个舞曲的部分地方 就是大家会习惯比较 欧洲欧式的那种电子的东西 比如说72遍啊或32遍那种东西 那下一张可能就不会有这样子 太类似的东西 但我觉得音乐上面有进步是比较重要 因为造型也可以 才可以这样做多遍的选择 那然后就很多这个朋友在分析说 Jolene的这个音乐好像特别是一些歌名啊 都是跟数字有关的看我72遍爱情36集 下一张不一定会有数字 所以不用 大家不用猜测 因为我觉得有好的作品一定会尽量收 我们没有说刻意想要去营造数字的感觉 只是因为写词的人想要有这样子的点子 我们觉得可能唱片工资觉得还不错吧 就收下来这样子 就是刚好是巧合 这个72和36刚好是一个巧合 对啊 不是刻意的 然后下一张专辑不一定会有这种 对对对 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你这个演唱会的嘉宾 你有没有想过 说请到男嘉宾跟你一起唱歌或跳舞 会啊 如果那个男嘉宾愿意跳的话 其实我觉得 怎么样的合作方式都还不错啦 只是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舞台上面那种 其实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要看之后的嘉宾的 他希望怎么样表演 我觉得最主要是他要觉得很自在 不要去逼他做一个他可能没有试过的东西 那我们知道就是歌手做演唱会 换衣服是一件很很奇特的事情 因为可以换很快 基本上30秒钟就可以换一套衣服 你试过吗 可以啊 30秒可以换一套衣服 但是我觉得演出服都是很很麻烦的 有些带子啊 就是要看你怎么样设计啊 有些是用黏的 就是撕下来就可以了 所以 对啊 我们就都是非常地好奇说 在前台演唱完 然后光鲜亮灵突然进去了之后 很快就又出来了 衣服全部换了一套 对啊 都是因为有设计过 之前会不会练习 有一些如果比较难拖的话 时间又特别短的时候就会练习 就会练习 都是有这个时间 你看那个舞台那么大 然后基本上像虹口 我不知道你去看过现场了没有 还没 特别大 然后那个舞台呢 基本上你从这一边跑到那一边已经很远了 因为我觉得我的舞台就有100公尺 这么长吧 所以从东边跑西边可能就像跑白米的感觉 所以就要训练一下自己的体力这样子 基本上你去那个健身房跑步或者去锻炼的时候 我就在家里 家里跑步 你可以跑多少时间 就是一直坚持 四五十分钟吧 那还可以 这个啊 肺活量应该还是够现场的一个表演 那次百事的这个广告啊 九星 百事九星会 然后专门去到约旦拍广告 那种感觉是不是很不一样 在那种 是还蛮 这地方蛮陌生 但是其实 剧本啊 还有就是每个人的角色的个性 都还蛮鲜明 我觉得这是比较特别的 我看了你们很多这个拍摄的花絮 以及就是不是拍摄的 可能你自己在玩的时候的一些 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大家在一起就是互相吵吵闹闹的 挺有意思的 那当时你在你的这个记忆当中 你觉得这么多九星里面谁是最皮的 最皮啊 可能就宅宅啊 然后杰伦啊 然后Vanessa 看皮 那个他们说顾浮城其实也是一个很 很捣蛋的人 没有 因为我比较少看他刷棒 没有看到 但是他是比较 因为他历练比较多吧 所以他就会 会跟我们讲一些故事这样子 但是老大嘛 在那边是年龄最大的 然后这次的女孩子只有你和那个 Sammy两个人嘛 对不对 然后可能也是会被保护的一个对象 你对自己的武功怎么样 你在里面练的是什么功 我是疯 你是疯 对 但是武功还好啦 你最希望是 就因为那天我们访到这个结论 他其实他觉得他的练的那个不好 他喜欢这个那个陈冠希的那个那个武功 那你自己呢 我觉得 我觉得杰伦的那个气蛮好的 结果你是看中了他的那个气对不对 对啊 其实还不错啊 那我觉得拍这样的广告 有点像拍了一部戏一样 就动物的可能工程度比较大 有没有被吊钢丝 我没有 就F4吊钢丝 就你还没有吊钢丝 那你全部人只有F4吊钢丝 你到现在还有没有吊钢丝呢 有啊 拍广告的时候 拍广告 是不是很难受 对啊 因为很 一个绳子要撑 然后你 因为你吊钢丝 你一定要塞很多东西 然后你的衣服就要做大一个size 那这次演唱会有没有考虑到说 呃 现在还在商人当中 研究中 对 所以现在这个Jolina也算是守口如瓶 就是 但是呢 只是告诉大家一个讯息 就是8月7号在空口足球场 嗯 然后其他的呢 就要你 真的要你到时候自己去看 对 一定很精彩 一定很精彩 一定要来看 谢谢 那我们要谢谢Jolina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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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明天字难道是你 他落派的答案很回忆 你的距离和我纪扎零点几后米 我的铁马像在剪辑你也一心 我能感应彼此心跳是一样频率 满分爱情透过年龄距离又拉近 恋爱百分百 其实在意你的心 跨越一零一 那是理想标的 我的眼神里 不是透露的讯息 我的心 Love Love 恋爱百分百 其实知道你的心 不得不相信 幸福就在附近 有一点暧昧 偷偷独自的开心 整个世界 接下来 你不能随便 你不能随便 你不接 我会想你